大家好 我是Mr Lily 今天想和大家繼續去看一個問題 DSE之後如何建立加拿大升學 其實我已經做過一個部分 如果你未看過部分的話 非常建議大家去看部分 如果看過的話 如果你想再看也可以 但我希望在頭幾個文章 會和大家重溫一下 有些重要的資訊 第一很多人都會問 如果DSE之後才過來加拿大升學 會不會太遲 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多親戚朋友 都是在DSE之後 考完DSE之後才過來升學 你問我會不會太遲 其實如果你問我最好的時候 來加拿大讀書的話 我一定不會跟你說 我自己的想法 我一定不會跟你說 在DSE之後 我一定會說再早些 我之後可能會說為什麼 我再拍另一條影片 但是其實仍然都不會太遲 因為在一個老師的眼中 如果你想學習的話 什麼時候都是不遲 好了 如果你DSE之後 想過來加拿大升學的話 要考完DSE 有什麼升學的途徑 我之前也有講過 有三個不同的途徑 一個就是重讀高中 你可以去公立的高中 或者私立的高中 都可以的 獨立的高中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 是獨立學校的話 都可以看我的影片 所以我的影片 真的很多很多資訊 獨立的高中 就有點難度 通常都是公立的高中 或者私立的高中 就可以讓你重讀高中 然後再去報大學 第二和第三個途徑 就是直接入college 就是社區學院 或者直接入大學 所以這次的part2 就是講這個 入社區學院的話 應該會怎樣做 還有有什麼好處 還有有什麼不好處 所以大家真的要看完整段影片 因為有時候我看到analytics 有些人看完很快就cut了 我知道我自己都沉氣了 做老師 但是真的很多資訊 我真的 gather了很多好的東西 給大家 還有準確的東西給大家 好了 首先說什麼是社區學院 其實每一次有些親戚朋友 問我什麼叫college 或者什麼是社區學院 我都跟我的親戚朋友說 社區學院就好像 HKU Space 或者好像Ivy的感覺 基本上它裡面有什麼讀 其實它真的有很多東西可以讀 college裡面 基本上你可以讀職業訓練類的課程 比如說汽車維修月 就是技術院 或者去讀做廚師 或者是讀一些 譬如說做最近很流行的 那個personal service worker 就是在老人院照顧老人家 這些都屬於一些職業訓練的課程 然後你也可以讀一些文憑的課程 比如說就算去Ivy也好 你也可以有雙科讀 有文科讀 或者是你去HKU Space 或者是其他那些 也不太知道的名字 都是有些文憑的課程 可以讀 就好像有點像high deep的感覺 然後你也可以讀一些 大學的銜接課程 有一些college 他會和一些大學去partner 就會在college讀兩年 然後就直接去他們partner的大學讀兩年 就會做一個大學的銜接課程 有一些也會直接給大學課程 在裏面雖然那個學校是college 但是你可以在裏面拿到大學讀 所以其實真的很多東西可以讀 你真的如果隨便選一間college 真的整個list真的看到眼花撩亂 比大學有什麼讀 但是為什麼那些人會選擇college 不是選擇大學呢 就因為通常college的 都是比較是屬於應用性比較多 多於是學術性比較多 變成譬如說有很多employer 有很多請人的人 如果他覺得我份工都不是很需要請 一些學術性類型的工作的話 他們都會偏向請一些在college畢業的學生 例如我給一個例子 例如我想請一個護士 你在college也可以請護士 你在大學也可以請護士 為什麼他們會請college的護士 和大學的護士有什麼分別呢 比如說college畢業的護士 他們是practical nurse 他們做的事都會比較實際一點 直接一點 和病人交接的 但是他們的 需要的知識 或者需要的 對知識的深入程度 其實不需要像大學那麼多 很多會直接照顧病人的工作 都會去了practical nurse 在college畢業的護士 但是如果大學的話 大學畢業出來的護士 可能他們要知道的 比如說一些病理學 或者一些藥物學的知識 就要比較多些 所以他們可能做的事都會有照顧病人 但是他們可能要簽名看藥 這些就會比較是拿著大學畢業出來 register nurse就會比較多 如果要升職的話 都是大學畢業的護士會升職 多於是在college畢業的護士 但是如果你說 其實我都沒有想過 需要不需要升職之類的 而且我也不是說 需要讀這麼多大學之類的 其實college 真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在裏面有很多不同的課程 有些是兩年、三年、四年的課程都有的 然後有些人會看下college 其實我自己就不會說是這樣的 我給大家一個例子 比如說如果大家曾經看過一個 奧斯卡 2019年就有一個最佳的動畫短片 就是一個好像小籠包的短片 然後就贏了奧斯卡 負負責畫短片的這位動畫師 他其實是在college畢業的 他是在Sheridan College 讀Animation畢業的 而Sheridan College的Animation 是真的非常出名的 所以college不代表是低人一等的 只不過是你想選擇你自己的路 選擇什麼 可能有些人就會選擇去讀college 有些人就會選擇去大學 例如我自己這樣 我比較學術性 就算我以前在高校的時候 都比較追隨 例如atoms裡面有什麼quantum theory之類 college未必是我想要去的那條路 另外一件事 他也可以給一些普通的進修課程 例如我想讀IOS的課程 或者我想讀一個翻譯的課程 他也是在社區學院裡面可以讀的 如果你去DSE過來 如果我去DSE過來 你可以直接進入很多不同的college 但也都好像我之前這樣說 有些college裡面的program 他真的非常出名 例如animation 這些都非常出名 所以競爭大的可能真的有點遲 但是加拿大其實有現在 以我所知是24至27間college 變成college真的多的事 而且又有這麼多program 如果真的說我讀完DSE 考得好也好考得不好也好 我不想再重讀high school 但是我的成績又未必可以進入大學 其實college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你可以去ontariocollege.ca 非常直接的 在google search就可以了 所以可以看到它裡面其實是這樣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college 在下面 我這裡是一個截圖 所以不是列了所有college 但你可以逐一逐一看 看看有什麼在裡面 當然如果你想選擇一些在GTA 即大多倫多地區的college 通常都會欠得比較厲害 不是說不能進入 而且在加拿大也很多人很想進入college 即有很多本地的學生都很想進入college 變成競爭大那些 可能現在考完DSE才報名 就有點太遲了 但是不代表不能讀 仍然都是有很多不同的課程 是有得讀的 所以真的要慢慢去看看 看有什麼你喜歡 有興趣 然後就可以報 好了 除了在這個頁面之外 如果你看上一點 你就會看到一個按鍵 就是applying 看看本身的學生 是一個加拿大的學生 加拿大的學生的意思 即是說是封頁卡 或者Canadian citizen 你就會按這個how to apply Canadian applicant 如果是留學生的話 就要按這個international applicant 其實他有截止日期 是真的有截止日期 可能考完DSE之後 真的會有點遲了 但是因為他們有很多program 其實仍然都是未收滿 其實真的可以博一下 我可不可以直接進來這個program 這樣讀 當然現在你比較遲的話 選擇性都會少了 但是如果好像我所說 不想去其他兩種途徑的話 其實這個都是非常好的選擇 也可以看到他有很多不同的選項 選項可以選擇的都可以 大家可以慢慢發掘 如果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youtube留言給我 我可以幫大家看看 我可以幫大家看看 有些可以回答 有些我就不可以回答 如果按international student international applicant 你可以看到他裡面 會有怎樣去apply 有些什麼是你要準備 有一件事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academic documents and transcript 就是需要report card和transcript 有些人不知道什麼叫做transcript transcript 其實跟成績表是非常不一樣的 成績表只是會給到一個學期 你讀的什麼科和分數 transcript 就是一張 譬如說你在那間學校裡面 讀過什麼科和分數 譬如說你在中學讀了六年的話 transcript應該會列了六年 整個六年的課程裡面 讀過什麼科和分數 如果你想入學校的話 你仍然要去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除非你說我是讀國際學校 在香港就算你在讀英中的話 其實都是基本上要考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就是IELTS和TOEFL IELTS和TOEFL的requirement 其實是比大學低的 所以譬如說有一些 英文未必說特別好的學生 而仍然想過來留學的話 其實college也是一個好的選擇 就是因為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那些學生會比較低 而且它的國際學生費 也是比大學比較低 平均來說也是一萬多元 而很多現在的大學 國際學生費已經去到二萬多至三萬 而這件事是未算住宿的 只是計學費 我知道一些大學 可能已經去到四萬多元 我真的看到我也覺得很貴 但是college就會比較便宜 它也會有Immigration Requirement 就是說你一定要拿到study permit 才可以來college讀書 無論你去大學也好 中學也好 college也好 你也是需要有Immigration Requirement 所以就可以慢慢在這裏 逐個逐個看 好了 如果有一個想要提醒大家 就是warning 想提醒大家 如果你想拿足三年的postgraduate work permit 的話 因為你到college畢業 其實已經可以eligible 即是可以符合到postgraduate work permit 資格 如果你想拿足三年的 因為postgraduate work permit 最盡是三年的 如果你想拿足三年的 你一定要看清楚 這個program是多少年的program 因為如果你是一年的program 你只可以拿到一年的postgraduate work permit 如果你拿到兩年的program 你就可以直接拿三年的postgraduate work permit 當然有些人會說 很快便可以申請到楓葉卡 我不需要擔心什麼 有時候有些事情就真的密語籌 你不知道哪一天有什麼制度會改 之類的 如果你真的想拿足的話 你就一定要確認 你佈的program是兩年或以上的 究竟college的途徑 有什麼好處和壞處呢 因為其實有三個途徑 為什麼要選擇college這個途徑呢 因為college這個途徑 其實是非常適合一些 不想再重讀high school的人 但是又未必可以進入大學的人去讀的 因為如果讀college的話 你可以大學閒接的 當然不是科科都可以閒接到 那個research真的要做得很好 第二就是就算 閒接不到大學都好 你讀完兩年的diploma 已經可以直接拿這個postgraduate work permit出來做事了 然後第三就是 其實他不一定要讀一些非常之學術性的科目 那你譬如說可以學整車 可以學水電 或者是學一些非常之技術性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加拿大是非常之缺乏這個技術性的工作 那變成出來找工作的時候 可能有時候更快過一些大學生 我自己也見過有學生是讀一些技術性的工作 出來更快找工作過一些大學生 第四就是 下一個項目 如果你重讀high school 那些時間不是大學 你去到大學也要重新讀 如果你報大學 但如果你college 剛巧找到一個college 接收肯去承認你的學分 那你就可以讀一年college 然後transfer credit去讀大學 那你的大學就不需要讀足四年 可能讀三年就可以了 那當然也都好像我所說 不是每個program都可以 那個research真的要做得很好 然後最後一個point 就是如果你讀college的話 怎麼說呢 他 就是 我突然間忘記了 你可以非常之直接 可以報 如果他就算九月是來不了的話 他也有一些college是一月收生的 那變成你說 可能我現在報會不會太遲呢 那如果你說我真的太遲 或者報不像study permit 或者怎樣都好 都不要緊 因為你九月miss了都不要緊 你可以一月再入學都沒有問題 因為他college 其實有很多人可能已經在做的 才去進修 所以他那個學期 他不會說你一定要這樣鎖死你一年 他是九月一個學期 一月一個學期 一月一個學期 我講了很多好處 基本上就是 如果你是想入大學的話 有些人就真的說 我是想直接入大學 我想直接入Ut 我想直接入Waterloo college就未必是你所選擇的選擇 還有有些人就會覺得 在college 不知道大學會不會收這個感覺 有些人是很不喜歡這個感覺 所以變成都有他的懷處 但是有些人就會覺得 我不想浪費時間 重讀高中 當然也是這樣 也是一個可以相確的地方 今天就說了這麼多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可以 like share comment subscribe 我已經開始學會這些字 大家可以看著我 越來越學得多這些YouTube的字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因為都花了很多時間去準備 錄音 本身我自己也有正職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和分享給其他人 因為我Marketing不是做得很好 所以希望大家幫幫忙 多謝大家收看 Thank you very much